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王赫 2024年中国时局三大悬疑 2024年 中国和世界都将步入高不确定性阶段 风险和危机是核心词 本文认为 中国如下三大悬疑 各界都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要做好预案应对 其一 中国疫情会不会再度大规模爆发 虽然 国际范围内 COVID-19大流行紧急状态业已终结 但是 中国的疫情形势迥异于他国 大约2022年10月起 中共召开二十大之际 中国疫情大爆发 染疫率高达80%至90%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是美国的三倍 而且 死亡人数之巨大 火葬场24小时 不停都忙不过来 迄今中共都不公布死亡数字 奇怪的是 到2023年1月 疫情肆又突然消退 2月16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旺称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其实 疫情从未离开中国 病毒只是暂时潜伏而已 从8月份开始 中国各地的儿童医院患者暴增 10月初开始出现特别猛烈的浪潮 多地重现疫情大流行时 医院人满为患的景象 11月22日 世卫组织向中共提出正式请求 要求提供有关儿童呼吸道疾病和所报告的儿童聚集性肺炎病例增加的详细情况 监测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新发疾病监测计划曾两次发出警告 明确指出中国爆发的是不明呼吸道疾病 跟官方宣称的脂人体肺炎不同 国外的病毒专家也不断提醒 中共又在隐瞒真相 有接近中共高层的内部消息称 为了掩盖疫情 中共党魁明确下令 媒体不许提新冠 因此 许多医院对患者做的病原检测 根本没有新冠病毒这一项 疫情之初 尚有李文亮 方斌等等人 吹哨 揭露实情 中国医务工作者也在国际刊物发表的科研论文中提供了大量数据 但是 三年下来 中共信息封锁进一步严密 严厉 外界获得资讯的难度大大增加 2024年 中国疫情将如何发展 其真实情形如何 这是一个最大的悬念 从某种角度讲 中国人的处境比2020年时更危险 其二 中共党魁会不会突生意外 中共党魁突生意外 有两种可能 一是突发政变 罢黜党魁 2022年10月的二十大上 习团灭团派 驾走胡锦涛 习家军在中央政治局一家独大 似乎爬上权力巅峰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年 中共政局极端混乱 从中国经济一塌糊涂 到李强的国务院新班子 束手无策 从火箭军高层清洗到房长李尚福落马 外长秦刚从三连跳岛被失踪 免职 从国安部被陈一新主长后 大出风头 到传言马兴瑞要接替蔡奇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等等 显示习家军内部已经大打出手 习近平的猜忌之心 使人人自危 反习势力暗中联合 伺机而动 政变戏悦往后脱可能越拨绝云轨 二是党魁重病或意外身亡 最近几年 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屡次引起外界关注 例如 2022年5月 英国媒体爆料 称习近平得了脑洞脉瘤 此前还曾因脑出血而送医急救 但是他坚持不愿意动手术 只愿意接受传统中医疗法 又如 2023年8月 习近平出席金庄国家首脑会议 下机时古怪摇晃 神情憔悴 突然取消发言等等 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是中共最高秘密 外界难以确知 但是 从李强 蔡奇诸人的民争暗斗 或许习家军内部已经暗中展开接班人之战了 从另一方面讲 在天灭中共的大势下 习一新保党 迄今仍在延续对法轮功的迫害 如果2024继续逆天 中国人讲 人算不如天算 人不治天治 再发达的医学科技 也阻止不了人得病 死亡 江泽民 李克强都相继亡了 难道没有下一个 英国预言家帕克称 2024年习近平的重病被掩盖 但导致了第二次革命 进而共产党分裂 发生动乱 习近平下台 但他并没有死去 其三 中共会不会夺取台湾 2023年10月15日 借APET峰会之机 中美举行习拜会 据拜登政府高层称 习近平表示 听闻美没有报道称 中共国际化在2027年或2035年 为统一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没有这样的计划 也不曾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 新华社报道称 习近平还强调 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而在除夕叶发表的 2024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强调 统一是历史必然 这有多种解读 路透社和美联社 却都认为 习对台措辞 比去年更为严厉 美国之一认为 时机也相当敏感 因为台湾再过不到两个星期 将再次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 而选举结果 可能对台海关系 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共对此次大选之关注 介入力度之大 都是空前的 但是 如果大选结果是中共不想看到的 中共会不会动武呢 从理性决策的角度讲 中共对台动武是自寻死路 一 军力上中共没有必胜的把握 二 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 并不是绝对的 例如 最近全国人大清除了九名将领 三 美军大概率援台 四 比对俄罗斯而严厉的国际制裁 将使中共的十四五计划 2035远景 2049百年目标划为炮影 但从非理性决策的角度看 2024夺取台湾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而且 在中共历史上 许多关键决策都是无理性的 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六四 屠杀 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 习近平也不是就不会重蹈覆辙了 结语 中国人讲凡事与则利 不遇则废 天灭中共之大势浩荡 病毒针对中共而来之天机彰显 如此 中共仍要去夺台湾 不论成功与否 那一定是自求早死 2024或迎来一个大时代 谢谢收听